這一台是光陽的Racing S150 其實GP25它就是很樸實無法 但這一台就很誇張 我們先看外型好了 其實它的外型你看 它是很尖銳 很凶惡的 你看 全部都是零腳 全部都是腳 而且甚至你看燈具 它還做這樣凸出來 很尖銳的造型 這台車它當初在主打的時候 就是我希望它的運動性能 可以比較好 它有仿賽的概念 它有仿賽的概念 同時它連製程上 也做了很大的改變 因為像我們一般看到車口 你會覺得說 就是有點carbon的概念 然後這邊是消光色的塗裝 可是這個消光色 它其實是車架的一部分 觀眾朋友 這一塊 這一塊就是它這一次 讓大家覺得很不錯的賣點 那我們可能會想說 你幹嘛沒事把車架給露出來 這是一體式的車架 對 它是液壓成型的車架 過去我們車架就是鑄造式的 那這個液壓成型車架 一體設計的話 因為別的車都是車殼 對 都是包起來 它為什麼要特別告訴你 因為液壓成型車架有一個好處 它的硬力在接受的時候 它比較不會集中在某個地方 所以整體來講 它的剛性會更好 今天你可能改裝動力變很大 又或者我們跑山路的時候 激烈操駕的時候 它會比較成熟 現在大家競爭很多 你這個存款操控 也有125對不對 因為一安一安 你是不是就是 125的車主 因為我想要125 我就想要一安市車主 對 對不對 然後其實這兩台車 我會覺得這沒有比較 沒有傷害 因為125本來它就已經是 在同級款張當中 非常齊見的車款 然後我第一台 我考到駕照 第一台就是Racing的C25 其他就是很安穩 但是其實它一個缺點就是 133公斤 比較重 然後這一台它變成150 升級之後 其實變輕了 少了4點多公斤 然後連它的窄身 線條也都比較好看一點 所以如果假設 你現在可以重新選擇 預算夠 當然還是會選150 我講更明白一點 老實講玩車 你看的就是 你有沒有新的科技 新的車架 新的造型設計 可是對大多數大眾來說 拜託我就是預算不多 你給我一台平常可以騎的車 所以像GP125這種車 才是撐起它 主要銷售量的一個重點來源 那你看 剛剛我在講 那個置物空間 我把我的水平也放在這裡 說真的 它看起來真的很好放 沒錯 但是這會不會彈跳的時候 也要注意一下 有可能 因為它比較淺 對 所以你可以換比較大的水壺 好 OK 我覺得這樣大家透過畫面一看 非常清楚的比較 謝謝 謝謝兩位